中美貿易戰再次成為美國總統選舉的焦點課題之一 現任總統拜登星期三到訪賓夕法尼亞州 爭取藍領工人的支持 他強調為了打擊中國貿易的不公行為 美國不排除對中國鋼鐵徵收兩倍的稅務 他還質疑北京政府的排外政策 是否有能力走出當前的經濟困境 美國總統拜登在當地時間星期三 出現在賓夕法尼亞的一場競選肇事活動上 獲得鋼鐵工人熱烈歡迎 由鋼鐵支撐美育的皮茲堡 也被認為是這場選舉中的搖擺區 因此拜登去一次特意造訪當地 積極爭取藍領選票 拜登也不忘打臉競爭對手 批評前總統特朗普 對北京相對上更溫柔的作風 同時也指出 中國以作弊方式補貼鋼鐵業 造成貿易不公平的情況 自2000年起 中國鋼鐵開始在市場流通 導致美國鋼鐵市場受到嚴重打擊 拜登表示美國政府將會認真調查 中國是否存在反競爭行為 如果發現中方實施不公平的稅收 破壞公平貿易 美國便會徵收高達兩倍的稅務 他也批評中國 在面對勞動力減弱的情況下 卻依舊維持巨大的貿易逆差 經濟復甦能力受到質疑 無論如何他重申 美國的意願是與中國保持公平競爭 並非發生衝突 拜登也透露 兩個星期前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時 就曾與對方表明 基於國家安全理由 因此必須防止芯片技術流入中國 馬西社電視綜合報導